好 主播各位觀眾 中華隊又傳來好消息 那這面獎牌是來自拳擊的擂台上 我國的女拳王林玉婷 稍早已經成功晉級到四強了 不只確定保底會有一面獎牌 而且他還拿到奧運資格 他拿到一張門票 我們聽一下他怎麼說 打完然後有領先了 自己就稍微不要放開 甚至到第三回合 他鋪進來又抓到一個時間差 他可能被我 就是他可能倒地了 那獨秒其實我覺得 就是剛好有抓到那個時間差 對 握到那一張就是 我做到了 那 畢竟上一場就是 我的滑鐵爐自戰 那在這裡我把它 捲土重來 捲土重來 那我贏了 然後再贏戰勝這一場 拿到這張門票其實我 就是心裡無謂雜陳 對啊 那就是今天拿到這張門票之後 其實也就是證實預言 就是賽前預言的就是先拿到門票 那後面就是讓自己把這個 獎牌顏色升級一下 對 好了 林玉婷是難掩興奮的心情 那畢竟他也講到說之前 是他的滑鐵爐之戰 他當初就想透過亞運這場戰役 不只是要取得這個奧運的資格 還希望說獎牌能夠拿到是金色 希望能夠拿到金牌 那他也透露說其實從中華隊 楊詠偉 蓮真林拿到金牌之後呢 他就有私訊給這個學長學姐 希望說能夠傳遞這個金牌的好運 再加上說前幾天呢 這個詹家姐妹也拿到金牌 他也私訊合照說 希望能夠一直把這個手氣 延續下去 那包括全集昨天甘家威 已經也是保底一面獎牌了 那今天的好消息呢 是林玉婷不只保底一面獎牌 還取得了2024巴黎奧運的資格 那以上是許又翔以及黃國軍 在杭州現場的最新狀況 閒鏡頭交還給同內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